作词《星云》 作词 作曲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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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考读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盛情 年深外景又无景 日久它香进故乡 鸟座你可记得 徒你的方向 爸爸你可知道 而你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云一生情 一朵云一生情 两岸的万情良田依然是郁郁葱葱 这里是福建绿茶最主要的出产地之一 茶农们忙碌着采摘一年里最后的茶青 田边的沟渠里 自霍同溪引来的溪水欢快地流淌着 浸润着冬日里略显干涸的土地 这条溪水就叫霍同溪 从溪往东 遥振而过 滋养着这里的人们 我们沿着水路慢慢地行进 感受到小镇的周围 水渠连绵 稻香芬芳 鸟语不断 真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我慢慢地靠近霍同古镇 想去了解它有种的历史 这是一次对话 更是一次融入 霍同镇地处福建省明德市 在秀水与山脊之间 古镇缓缓走过了千年 生活在古街中的人们 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铁江铺中贩败的是祖辈船下的老手艺 卤水点出的豆腐 还是百年前的滋味 在一片市井的喧嚣中 六十三座民情老宅 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古镇的过往 早在唐宋时期 霍同就被道家方式称为天下第一洞天 为灯霍同空寻仙 钟灵玉秀的水土滋养着一方百姓 自古以来霍同镇人才辈出 闻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上马并乾坤 山的开河刚强 水的柔韧浩荡 交织成坚韧不拔的霍同情怀 霍同古镇的旁边有一座龙腰山 这里有一条隋代的时候开凿的水渠 山下的溪流经由这条水渠的引导 绕过了山梁 灌溉了山脚下的数千亩的土地 而让我们感到惊叹的是 在一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 这条水渠依然发挥着作用 造福着一方水土 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 就是霍同古镇的开山始祖 黄驹 黄驹是隋朝的建议大夫 与父亲黄龙同朝为官 隋养帝残暴无道 娇奢引逸 百姓苦不堪言 黄氏父子多次直言觐见 惹得隋养帝大怒 遇杀黄龙 提前知道消息的黄龙 决定慷慨赴死 并让黄驹逃离外地 临别时 黄龙将一首诗交给了儿子 郡马堂堂出外疆 任从隋地立刚长 身居外境由无境 志在他乡及故乡 带着这首诗 黄驹一路跋涉 最终来到群山环抱中的霍童 霍童山色清幽 河谷秀美 犹如人间桃圆 黄驹当即决定在此开机立业 中国传统社会 耕独为本 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 离不开肥沃的土壤 虽然霍童西南岸的土地 事已耕种 但因山乱阻挡 遲遲相隔的溪水 无法直接引入灌溉 为了给子孙后代 创造出更好的耕种条件 黄驹决定挖断龙耀山 在山间造出一条水渠 当时有人提醒黄驹 龙耀是霍童的龙脉所在 斩断龙耀会断了皇家的代代官贵 有的人说等你开了这个水渠完 你也已经是百米式了 后来黄驹就不相信这一点 不要施贷官贵 只要万家香火 他就与责任部拔的精神 一定要把这条水渠开成 不要施贷官贵 只要万家香火 抱着这份信念 黄驹开始了凿取饮水的工程 但是黄驹也没有想到 工程难度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摄像 龙耀山的山梁上 全是坚硬的花岗岩 靠着简陋的工具 一点点开挖 进度十分缓慢 一时间谣言刺起 有人甚至传言 黄驹挖断龙脉 触怒了山神 白天挖下的渠 晚上会自己掌揍合拢起来 为了澄清谣言 黄驹的两个女儿细心设计了一些小石佛作为标高 每挖到一定程度就放上一尊 小石佛越来越多 人们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历经九年的艰辛 黄驹带领着家人和乡民 克服重重困难 终于修成一条长达千米的银水渠 时至今日 龙腰水渠依然保存完好 石佛 石佛 千百年来 每当在水渠中发现小石佛 人们总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处 在霍同人心中 小石佛是黄驹精神的化身 是这方水土的守护神 龙腰水渠的修成 让贫瘠的土地成为良田 霍同也因此人丁兴旺起来 为了开辟更多的耕地 黄驹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计划在大山的山腹中 凿出一条长达几百米的碎洞 引水灌溉霍同西北岸的土地 开洞不必挖渠 在没有炸药的年代 几乎就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面对眼前的这座大山 黄驹没有退却 他想到了前人曾经采用过的一个办法 把柴火放在山石上点燃 等燃烧到一定温度时 突然用冷水浇石 使岩石在急剧的温度变化中爆裂 再用简单的工具 把裂开的石头一点点撬开 这个碎洞火烧不是烧几个小时 有的是要烧几天 它温度才能达到 达到以后水破一下 还不一定会脱落 还要第二次少 整个工程的推进是非常慢 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 黄驹带领着霍同仁 应是在山腹中造出了一条 总长达700多米的碎洞 这个洞就是当年黄驹用火烧水焦的技术 所开造出来的碎洞 我们看到现在洞壁的这些石块上 还会有一些黑色的痕迹 这都是当年因为烧柴火之后 所留下来的 洞的宽度其实不太宽 也就是能容下一个人行走 一米多的样子 但是它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大概有两米半 而且洞顶是比较烤旧的修成了半圆形 有一种穷顶的感觉 像这样保存完好的碎洞 在这里目前还保留有五处 加起来的长度一共有83.5米 黄驹开造的水利工程 让霍同的耕地面积增加到数千轻 史料记载 湖远远流产 碎汗不洁 附近之田尽成卧壤 谷谷清流 穿山越谷滋养着沿途的田园 滴水可以穿石 黄驹凭借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坚镇 和赶为天下仙的勇气 凿穿大山 引来了浇灌万亩良田的鲜活之水 这水让霍同成为闽东繁华的商业重镇 这水也流进了霍同人的血脉 柔韧刚强代代传承 进退一身观设计 英灵千古镇同山 霍同百姓们感念皇居的功绩 遵他为霍同的开山始祖 徒主神灵 四十祭祀绵延至今 千百年来 皇室后裔中人才辈出 科考重举者无数 也打破了当年开渠斩龙脉 后代吴关贵的流言 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 绵延五千多年 靠的就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精神 环局怎么样做到坚韧不拔呢 是在道德的操守和实现责任的过程当中 用岁月用时间来证明自己必须秉持的一件事 祭祀皇居是古镇人一年中最隆重的庆典 人们搭台唱戏敲锣舞师 久而久之就孕育出许多独具特色的民间技艺和表演 传承千年的祸铜线施最受人们喜爱 通过柔软的麻绳 操纵起七八十斤重的木偶施 舞施者既要有充沛的体力 更需要熟练的技巧 那像比如说我要来试一下的话 你觉得我能拉得动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来试一下 可以啊 他完全不懂 你们这个要练多长时间才能配合得这么紧密啊 如果是上场的话起码十五年以上 十五年啊 十五年的光阴寒来熟往 扎马步练妖弓提臂力 其中干苦可想而知 唯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传承这门古老技艺 如今霍铜献尸这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民间技艺 正以其独特的刚柔之美登上更为广阔的舞台 近代中国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内忧败患 让大山深处的千年古镇也难以再守住与世无争的宁静 越是在国语家承受危难的时候 霍铜人迎难而上滴水穿石的韧静 越发的明显 在霍铜镇老街的中段 坐落着一座静谧的古宅 这个宅院曾经的主人名叫黄树荣 秦光绪年间 黄树荣考中进士 出任广东茂名之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黄树荣目睹了广州黄花港起义中革命烈士 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 从此之后 黄树荣开始潜心研究中外法律政治书籍 阅读新报刊 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最新学说莫如社会主义 先进了思潮如同一股清泉 注入进霍铜古镇的老宅旧巷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年轻人 1930年 20岁的颜阿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和时任共青团福州市委书记叶飞一起 在霍铜开展革命工作 敌人的一次次搜查追捕 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颜阿兰那时候就和叶飞住在一起 听楼下风风景的时候 他就马上两个人转进那边去 转哪里 您带我看看 就这个小洞 这是一个暗门 我们平常人看的是没有地方可走的 他实际上就可以这边进去 两个人睡的地方就是这个蒸鱼哪去睡 查不到他们 就两个人躲在这里面 1933年5月的一天 颜阿兰叶飞率领50多位工农自卫队员 一举攻下霍铜民团团部洪接工 这是敏东著名的霍铜农民暴动 打响了宁德县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然而一个多月后 颜阿兰不幸被捕 关押在文昌阁 敌人对颜阿兰进行了通交打弹的严刑拷打 为保护革命组织不受破坏 颜阿兰忍受着粉身碎骨的剧痛 始终不发一言 毫无收获的敌人恼羞成怒 第二天清晨 就将颜阿兰押赴刑场 那些墙壁的时候在那个板头上面 到那边 一路喊 说爱万岁共产党万岁 一路叫到那边被他墙壁 想必我一个颜阿兰 后面还有人 一定革命会成功 他被抓起来说多大 多大 大概二十几岁 颜阿兰的牺牲 激励了无数货同人民前赴后继 不久 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在霍同成立 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在霍同组建 霍同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 始终坚韧不拔 舍身负子 霍同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坚实可靠的 红色堡垒 今天 古镇中的孩子们 常常会在颜阿兰的墓碑前 放上一束鲜花 天蓝水清 这片颜阿兰和无数革命先烈 用生命来热爱的土地 终于再次迎来安宁与湘和 如今的霍同镇 老宅里居住的是闲适的古镇人家 街道上往来穿梭的是追骨丝巾的游客 古镇旁演绎的是传承千年的古老民俗 每当天气晴好 古镇旁的霍同席上总会出现几位年轻人的身影 冲浪人手握横高 脚踏直径十几厘米的竹木 随着波涛起伏 擦拭穿行于激流之中 历史上 霍同的陆路交通并不发达 为了将林木运送出山 人们练就出独木冲浪的水上绝迹 霍同西 攀险浪急 只有摆着不挠才能勇往直前 千百年来 踏浪而行的霍同人 正如着任而不舍的常主 一路走来 代代延续着小镇的活力与生机 老镇上的大石块 木板门 老水井 都在默默地见证着古镇的历史沧桑 老铺子里芋头包飘出的香味 还是那种家乡的味道 老字号里的老手一遵循的 还是千百年前的那种做法 时间的脚步到这里好像放慢了 霍同老街上 众多百年历史的老字号 老手艺 沿袭传统 将心捕捉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 霍同与茶的缘分有来已久 因为适宜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霍同一带所产天山绿茶 自唐宋以来一直贵为贡茶 古镇几十公里外的三都澳港口 是中国近代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之一 霍同也因此成为 福建闽东地区茶叶重要的集散地 然而随着水运交通的没落 霍同茶路变迁 大山深处的茶室逐渐沉寂 这片茂盛的茶园 十三年前只是一片荒山 那时由于地处偏远 自然条件恶劣 霍同镇的康头村十分贫困 当地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 2003年福建省茶科所前来调研 建议他们种植茶叶新品种金观音 然而近百年来 这里的农民早已不种植茶叶 面对专家的建议 村民们有些犹豫不决 如果示众失败 就会断了自家的生计 但26岁的谢正生却下了决心 他觉得霍同的仙人们 曾用数十年的时间开山挖曲 把这片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卧野良田 如今身为霍同的后人 一定能靠自己的力量 创出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 没有多余的田地 这几个年轻人就扛起了锄头 跑到附近的荒山上 重新开看出一片农田 当年冬天 山上气温低至零下七八度 土地冻得硬邦邦 他们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挖开 尽管进度十分缓慢 但还是赶在春季前 种上了第一批茶树 从2003年的九月份开山开始 一直挖到第二年的好像有四五月份 你说才挖多少 总共挖了五十亩 五十亩土地是谢正生他们的全部希望 不久后收获了第一批茶叶 这几个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新茶 去往铁观音的故乡福建省安息县 想在这里的茶室上卖出个好价钱 然而由于茶叶种植技术不过关 再加上制作工艺粗糙 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 在市场上无人问津 一套铁观音是茅茶 一个袋是十来斤 一斤人家出了是260的pw 人家十来斤茶叶买4000多块 我们100斤茶叶买180 我们要2000斤茶叶才买那么的价格 巨大的落差让谢正生有些沮丧 回到获同后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面对各式各样的目光 谢正生的倔脾气上来了 我总觉得我的大方向已经把我这个人扶住了 到那个时候只有去坚持了 凭着一股韧劲 谢正生他们在安息种了下来 白天到茶农家学习制茶 晚上回到住处翻阅资料 每天早上6点 他们就来到早市 详细记录每一家茶商的销售情况 两年间 这几个年轻人多次往返于货同安息两地 终于掌握了所有的技术 2006年的春天 他们对茶树进行了改良 提升了制茶记忆 当年茶园出产的茶叶品相 口感有了质的飞跃 被茶商们争相收购 坚韧不拔的精神 让这群年轻人收获了成功 也让这个贫困的老区 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十几年过去了 当年荒山上的50亩茶园 已经发展到1800多亩 出产的茶叶多次荣获茶王称号 茶农们的人均年收入翻了十几倍 小小的茶树凭借货同人的韧劲和巧劲 成为摆脱贫困 富民强政的希望之树 所有坚韧不拔的人 他都是有热爱自己的生活 热爱自己的故土 秉持着世代传承 优良的道德的基础上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尽以社会的责任 所以中韩民族 这些的文化 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化 不断说 过去能够做到 现在能够做到 未来也一定能够做到 几年前 霍同的年轻人 还在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而如今 回到家乡 留在家乡的人 越来越多 霍同的老街 还是这样的卓朴 祥和 而它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却已经越来越紧密 1400年前 开山早取的皇局 凭着一股韧劲 铸就了古镇今天的荣光 而这股的韧劲 依然流淌在霍同人的血液当中 在霍同古镇边上 有一座马场 马场的主人 是24岁的霍同人 颜倩辉 在开办马场之前 颜倩辉和家人 在镇里开了一家酒楼 生意十分兴旺 随着旅游的开发 这个90后的年轻人 有了和父辈不同的想法 三年前 他租下了这片河滩 当起了养马官 因为没有经验 第一匹马买来时 强壮健硕 到严倩辉手上几个月 就瘦成皮包骨 瘦了之后 当时就把马去卖掉 因为那些马已经瘦得太离谱了 根本就没法看 我们也损失很大 当时非常痛心 在困难面前 坚韧不拔的霍同小伙 没有轻易放弃 经过几个月不眠不休的学习 严倩辉终于摸索到一些养马的门道 他喂养的马匹 渐渐筋善了起来 正当他冲进美好未来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 却把他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基础 吹得一干二净 三匹训练已出现成效的马 全都生了病 马棚也被刮得七零八落 为了治疗马匹重建马场 岩浅辉不仅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 还四处借钱 镇上的人也笑他 好好的百万富翁捕作 非要去当个负债累累的养马官 就连家里人也看不下去了 家里面一直在反对 所有人都有经常跟我提到 马这行业是没什么好做的 非常苦非常累 我们在马棚里面坐着 一直在考虑着 我该怎么从头开始 重重压力反而激起了 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和激情 经过两年的努力经营 马场的生意逐渐造伤了正轨 搭搭的马蹄声 再次回到充满茶香的古镇日子里 向人们讲述着一个百折不挠的故事 像颜浅辉一样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留在家乡创业 在故土挥洒着他们的热情 发挥着他们的创意 让万家香火的故事有了新的篇章 打开霍童的千年记忆 柔同一幅厚重饱满的画卷 每一处跌宕起伏 或婉转或激烈 却都以水意般的柔韧与刚强 聚合成一望无前的力量 在时代的浪潮中 创造着属于他们的未来 风吹云散 河叶绿连天 昨三年又三年才新天 细雨缠绵 花红阳柳暗 人思念不停行 像火焰 一别多年 看年费江南 梦里往来一千遍 梦里往来一千遍 珍藏思念 记忆分主愿 愿孤独愿情人 永平安 永平安 愿孤独愿情人 永平安